準備 好 玩具TV第十九季第九集 好 剛剛見到 有兩隻東西在前往走 兩隻獸王 這個白獸巴尼歐 對金色的獸我忘記叫甚麼名字 Grand King 甚麼 Grand King 你問我我一定是巴尼歐的勇敢 好 今次要介紹的 是出過一集 但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震撼的雙頭犬 不是Japanese wolf 是雙頭犬 話說這個不破想打醒 挖人 阿亡就把時卡扔掉 跟著再說一句 沒有東西我是擦不開的 是呀 跟著 就把這個時卡成功 為甚麼你笑得這麼開心 這句話很可愛 可惜我沒有機會說 好了 你要說八米 沒錯 我想說到哪裏 這句話很難看 結果 成功 由原本給這個 Arch Zero One 令到它不能變身 才能再度變身 是 一陣有二度 看到這件東西 我連膠紙都未插 所以我先拆掉膠紙 麻煩你有甚麼可以喪吹 首先 那時候 一出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嘩 這個顏色雖然是改色 是 但是 它都改得很盡 其實是改得很漂亮 它會加上 芒那種白白灰灰的 那種 然後再加上 芒的招牌爪 是 所以 它始終是狼 現在叫聲頭犬 對 狼 犬 也有爪 那些 武器 才是野性 本來好像不破自己是沒有的 只有Lucky才有的 所以 它這個配色 再加上爪 哇 不得了 好 那就可以 好好拍一個 close-up 在這個 close-up 或者拍一拍這個配件 它在這個SHF 特別是拉打來說 都算多 因為它起碼叫做一雙爪 一雙未生長的爪 還有一貫比較多的造型手 嘩 厲害 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個癮 很漂亮 原來我又說 這個是什麼 原來這個可以勾住 那個 那個 爪 那個 好像是把手 是一個把手 是我們的 好 那真的不斷熱著 一圈給大家看看 好 在鏡頭上 比實木更漂亮 鏡頭打了燈 很金屬的感覺 是 一會兒我才說 你看到我這樣的表情 但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藍色也挺容易 它的藍色是肉酸到一個地步 好像普通的啤膠色 它真的是啤膠色 但在啤膠色上面 它就噴了少許金屬 珍珠金屬藍色 但也救不到它這個 這麼糟糕的狀況 真的很噁心 到我了 含家祥 你本身這東西 是正的 你看它的外形 真是沒得頂 但你看它本身的藍色 閃了金粉加廣的 其實我不要緊 很閒的 你問我 我是勉強 很勉強接受到的 你老闆 你的水紋 都在臉上出的 為甚麼 我真的浪費了一件事 你問我 和上次那隻狼 突擊狼 突擊狼 我又是很喜歡 你老闆 你又是在臉上製造水紋 今次一模模樣 又是在臉上製造水紋 幸好我真的忍了 我不說髒話 算是這樣的 你老闆 你的水紋不要緊 你的官徒也製造水紋 你不讓我看看 我不買 你那套帽 但你錯人了 我懶得你 我懶得你 而且設計是漂亮的 整件事 杯子又沒有 真是 你擺臉 有水紋 你老闆 真是 真是 好 其實外型是不錯的 看見到 除了本身閃粉的藍色 完全沒有做過任何處理的 瓦瓦地 又好吵架的外觀之外 見到胸口 類似個 ARC的reactor 都用了透明件 裡面打了銀色 是不錯的 另外 銀色裡面也有些金屬藍 其實是有 是漂亮的 也有閃閃的 其實也有輕輕的 哪裏 你說的 這些藍色 全部閃 其實是有閃閃的 再說一次 水紋地獄 尼老尾 好 看看肩膀 也很好 本身的蒙尼 也很好 我覺得這隻地獄犬 因為它用了撞色的效果 比起之前 突擊狼的藍色 更加有層次 分析 造型上 好像看得更多 其實本身 藍色的處理 是挺差的 但是它銀色 有少許藍閃的處理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彈歸彈 有些東西要賺就要賺 另外本身你看到它的手型 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挺漂亮的 是很棒 沒錯 就著在這個劇裡面 老實說 這集我覺得是很精彩 雖然只是出一集 出一集 有威過嗎 小小 有的 它起碼用到超必 濕了0.2 一下 然後才自動解體 而只有一東西 一東西 爆光 你起碼看到惑人 嘴角流血 我覺得是有交代 即是打頂班 你都能夠有一點 玩得多 對 可以 純粹說能力值 而言 無可否認 雙頭犬和0.2 確實是 我猜拳擊力 都差 差 30-40噸 這個畫面 就像當年 Tony Stark 打Danus 那樣 for the drop of blood 沒錯 那更何況 他吐了一瓶血 算是這樣的 好了 最重要的 我便 把牠的長臂爪 給大家看看 你可以出去幫忙 阿嘉幫忙 我坐那邊 好 好 好 不過近來 好像近年 這個01 01 也算是好一點 我覺得 就像Saber 那樣 還有近年的Rider 是叫做 不破也算好一點 很多時候現在的二騎 都說出來 好像是 吃麵 一出來 一會兒 然後轉頭 就馬上收檔 那隻 其實 接著Saber 後面是Saber 是的 但是Saber的二騎 很有型 很英俊 CG戰記 那英俊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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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以拉命似的 就不太行 即是你覺得《不破》的條路算是如此 有獨立電影 有獨立電影和很多戲份 但想不到動物園方明明在雙頭犬之前 是的 也算是最終方明 當然因為動物園是新武 你見到他最近 我不知為什麼蕭溫 他經常的產品停滯不遲不出 你見到ARC-ZERO的大組 還有很多 明明放了一剪 但也不出 所以我覺得有些調戲不太順 但都可以 畢竟最近SABER的產品都不錯 所以玩拉打都可以 解釋得很清楚 就著ZERO-1的人氣亦強 所以在外傳方面 完全不需要擔心 當這雙頭犬裝了這兩雙金屬爪後 坦白說 真是貪丫的 真是 但再想一想 我見到他死人頭 又真是滾滾地 他在你的姿勢很性感 是的 就著SHF的可動性 也是很厲害 完全不用擔心 加上本身雙頭犬的設定 都真的在ZERO-1裡面 任何一個蒙面初人來說 他都算是擺幾千 所以喜歡的照入 幾千呢 忘記了 500多 差不多600元 但記得大家的事情 因為由特激浪開始到現在 有一個問題 手波珠 你玩的時候 裝拆的時候 因為它是斜的 所以你最好看一看 它的方向才好 如果不是 你裝下去它就會白化 或者再裝多兩次 它就會變化 記得要看清楚手波珠方向 不過我想就著拉打的SHF 只是針對手波珠 不要說斜咳還是正常 都很容易白化 因為它太幼 所以換手的時候 特別要小心 不停地玩一下可動 向上握 極限 因為已經頂住後面的甲 反而向前 都是不多 可想而知 不算很厲害 我只是說上下 手就不用擔心 本身它的肩甲位 哎呀 嘩 這裡要小心一點 稍後慢慢說 肩甲位的活動性是不錯 所以 你看到它可以拉高一點 托高的肩膀 然後可以就這樣打橫 看看極限是多少呢 極限就是這麼多 不算很差 中間這個位置有一個橫切 另外前臂 我想說一說 它亦是可以轉的 其實這下挺溫馨的 我覺得 在擺姿勢來說 就好像千夕連一些 模型一樣 亦可以有更多的可動性 其實很緊的 不用擔心 雖然我們解讀過前臂的溫馨 其實它只不過是拿回初版的第一隻 數體裝上來的時候 沒錯 它換件的方式 它只是剛好這裡是 顺便 對 順便有個水平轉 好了 那條腰 都水準以上了 絕對是 亦都沒有任何破綻的 它上到最盡 都是補回給你的 後面 我不敢說是很漂亮 但一樣是沒有破綻的 這個做得不錯的 都說一說 那個變身器吧 嘩 太細粒 都沒有破綻的 這個變身器 這個變身器的原因就是我冒死 嘩 很容易不見 太大 將弱卷將時卡拔出來 好 好 可以見到非常清晰的疑印 整件事就開心了 好 又拆下來 大多一句 這個真的 我不敢說是很鬆 但仍然是鬆 所以玩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若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跌枪 你容易找 你 槍裏面的 Police Key 你跌了 你聽買個盒也可以 好 本身因為富浪的關係 所以令到它是可以做到 這個老江湖 甚至是 少傲江湖 嘩 真是少傲江湖 這款大腿 可否向下拉 有沒有向下拉 沒有 沒有 亦沒有需要 很厲害 而且這款大腿 這種上色 它是否刮花 似乎不難 它應該很實 而且它的顏色 是 因為有時候很怕 這些顏色 一刮花 那些銀色 很容易就會 對 暫時我又不覺 有這樣的問題 另外這裡有個橫切 至於膝蓋 同樣地是相關節設計 膝蓋也很漂亮 跟剛才的Gundam 比起這個自然很多 有觀眾說是有阿拉 馬上試 用力 再踢高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江湖 打嘴 可以呀 既然是這樣 都是試它的可動性的話 我覺得看玩具TV 是不錯的 既然這個姿勢都擺到 我都不需要再玩其他花神 如果大家都喜歡 Zero One的 是這個不破的 Fancy 這隻 雖然我剛才勒了很久 可能你買那隻 你的水紋位 不在頭上 跳起就順便 那不破現在還欠多少隻 兩隻還沒出 兩隻動物園還沒出 你不算猩猩方的 只是後面和劇場版那隻 即是最後那隻 我也很希望它出這個動物園 因為動物園真的 很有型的 有很多顏色 真的很漂亮 但你千萬不要再給我水紋頭 動物園的分色 我估計 它都縮得很厚 嘩 那些顏色多到 它又差不多 全部都是全新件 但真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又玩著 轉頭 轉頭見 差不多最後一拍 總之 最終有一個 超好